你在幹嘛 我在幫你耶 所以我為了要澄清謠言而跟你結婚 剛剛我跟張一翔在一起不是謠言 我跟你結婚才是謠言 我自己覺得大偉是還滿主動的 更有擔當然後更有力量的男人 但我想同你這一題問孟靈潭 剛剛也不太 給出完全不一樣的答案 一刻鏡頭我要走出去 然後就拍大偉特寫 然後走出去我回去回頭看他的時候 他都有一種那種 超變態的 這哪是默默關心啊 就被砸臉 有聽說寫言行李分寫下班決定的那個人 我寫下班決定的那個人 我寫下班決定的那個人 自己在看李大為這個人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很想 真的很想要幫助他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 你叫堅持跟偏執 有的時候很難定義 他會善用旁邊的這些同儕的壓力 隱隱約約都告訴旁邊的人說 這個人是我的 然後怎麼樣我都要看著你的眼光 你的情緒做事 最後的時候情緒有一個比較劇烈的爆發 我自己就是蠻不舒服 你放開他 他已經是一個就是 完全在另外一個世界的人的狀態 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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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他做的事情是不對的 是不能被容許的 可是他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如果要認真探討的話 會是另外一個比較嚴肅的一題 不過大家也不用那麼沉重 就是好玩 然後跟輕鬆去享受這個 我們想要帶給大家的 戲劇的節奏跟鋪陳 反轉跟驚喜 就是去享受你們就好